我们前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Handle Merced Return Value Handle 就是如何和我们的一步烧线文来进行操作的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类 就是什么类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Handle Merced Return Value 这个Handle这个类 首先我们找进来 找进来之后我们之后还有很多实现 包括我们前面也自定实现 我们看到能不能通过某种关键字来操作 我们前面看到了我这个是defered results 那么我就输入关键字 看有没有这个精确匹配的 发现正好有个精确匹配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一个实现方法 就是说哪些返回值类型它是支持的 我们可以更明显看到这里有很多种类型 一种是我们的这个defered results 一个是list in the future 一个是competition stage 这三种都是可以支持的 那么它是怎么支持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实现 首先第一步它会进行这个转换 我们看它要看它的返回值是不是我们这个类型 如果是的话直接转换 如果它是list in the future 然后我们这里再进行包装 请注意一下呢 这里全部都是用这个adapt的方式 就是说这个适配的方式来进行实现的 最终都是我们这个对象 那么因此得到对象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什么操作 它会调一个方法 就是得到这个异步的管理器 这个方法 我们在调到的方法里面进行看 首先第一步我们看到了 我们首先取到了timeout 结果我们前面的例子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的设置一个timeout等于50 OK 那么50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特点 当我们这个50设置进去的时候呢 它就往这个里面设置 我们看看呢 这个timeout是怎么去设置的 这timeout呢 用这个对象来进行关联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最终被用到什么地方了 我们会往下关联 关联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它在这个地方呢 进行关联了 它最终还是设置到我们这个ascentralized context settimeout里面去 也外之一就是说 这里呢 当我们在设置这个对象的时候 设置这个50timeout的时候呢 其实一度上 就最后面设置到什么呢 设置到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类 就是看那个timeout里面去 所以呢 它的底层对象也是这么去进行打通的 同时呢 你会看到呢 这个类会把自己作为一个lessner给增加进去 这样呢 它会有几个方法 比如说on 我们的on complete方法 on complete方法呢 这里会有一个for each语句 让我去执行这个东西 这里呢 同时它要注册的这么一个handle方法 我们看一下handle方法是reliable 所以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实现内里面呢 会这么一种操作 当我们调一个on competition的时候 这里呢 也是注册一个 所谓的reliable的对象 做一个回调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 什么回调的结果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其他的实现也是类似的 至少呢 比如说 比如说on error的时候 那么自然呢 我们会知道它是个error的一个接口 那么timeout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它也是这个类似的timeout 只不过呢 这里允许有多个这个实现的方式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呢 其实它的底层呢 其实我们讲这个differed 那without这个底层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最后的这个 asynchronous serverate里面的这个context 来进行实现的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来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要通过serverate的规范来进行实现 当我们对规范了解的非常透彻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对一些圆码分析呢 就比较的容易理解了 否则呢 会看那个圆码会一头雾水 并且看圆码的时候呢 请大家注意 要观其大意 不要抠每一个细节 你不需要把每个细节全部掌握得非常牢靠 到什么时候 你需要了解到的细节比较深入呢 当你需要进行拍照和扩展的时候 你就需要仔细去分析 当我们初步学的时候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 可以初恋去学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呢 我们要了解规范